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船长简如婷担任基隆市台湾女孩日影片的主角 呼吁社会共同提升女孩权益 翻转职场性别的刻板印象 只要上网看影片按赞留言加分享 就有机会车中平板电脑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妇幼级救助科 今年特别以海科馆方舟一号 年轻女船长简如婷担任基隆市台湾女孩日影片的主角 没有忘记喜爱大海的她 选择从事动力小艇船长职业 克服职场挑战勇敢追梦 简如婷的家人也一同出席影片发表会 为她加油打气 最大的动力我觉得是我的心 因为我知道我的心还是热爱大海 我不能欺骗我的心 所以后来我原本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 就是船产的配电源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应该给我自己一个机会 因为我还年轻 我可以再离开 再回到我的海洋 再给我自己试试看一次 所以我选择了再应征一次我的梦想 就是现在的曹靖方舟一号船长 但我觉得身为女孩 我觉得你应该要去勇敢的去竹梦 走出自己想走的路 然后也要不放弃 对 也要有一颗坚毅的心 可以去创造出自己的价值 这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主办单位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特别发表基隆市台湾女孩日影片 就是希望呼吁社会 共同提升女孩权益 翻转职场性别刻板印象 我们基隆市政府为了翻转 我们性别的一个刻板印象 我们从109年就开始推动 我们的这些这个 拟力的一个发展 所以说我们109年开始 我们就都有拍这个宣传短片 我是女生我是船长的影片 将在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基隆市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 粉丝专业发布 欢迎民众上网观看影片 按赞留言加分享 就有机会抽中财团法人 环宇国际文化教育基金会 赞助最大奖项 平板电脑一台 以及基隆市政府准备的 环保矽胶密封袋 环保保温袋和造型USB等奖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新一国小地下停车场 即将在10月底完工启用 配合停车场的出入口 基隆市政府计划将新一国小前 人行穿越道取消 对此基隆市议员庄荣卿表示反对 另外庄荣卿也关心爱一路 机车停车场工程进度 交通处长苏仙之说明 因为工程发包屡次流标 爱一路机车停车场已经撤案 位于中正高架桥下的爱一路机车停车场 计划改建为二层钢购停车场 基隆市议员庄荣卿在咨询时 关切相关进度 对此交通处长苏仙之回应表示 因为工程发包多次流标 加上配合中二中三桥梁改建 已经确定无法在期限内完成招标 因此基隆市政府方面已经策案 因为发包还是非常的不顺利 然后另外考量就是我们必须要先以中二桥 中三桥的这个施工为优先 那所以确实没办法在公务总局 他的前端计划的时程里面去符合 这个招标的一个作业 那后来的话大概经过审议委员会 因为我们没办法这个完成这个招标的话 那他就暂时先把所有的这个经费 他先就是这个案子的部分 他们就请我们先做一个测案的一个动作 那所以后续的话我们会再观察 就是说周边的停车的一个状况 再来检讨是不是还有续推的一个必要性 不过庄荣青认为市区机车停车位明显不足 建议金融市政府仍以寻找适当地点 披荐机车停车场 经费没有办法保留来施作是很可惜 我想整个我们市区的机车停车位 明显的不足 所以造成很多机车的骑机车的市民朋友 有时候违规停车可以开单 所以在这边也是希望说 那我们交通处既然这个爱一路的机车停车场 没有办法来施作 那还是要找一些适当的地点来设置机车停车位 另外地方期待多时的金融市信义国小校设计地下停车场改建工程 预计10月底完工启用 配合停车场出入口 金融市政府方面计划将信义国小前行人穿越道取消 金融市议员钟农青在咨询时特别表达反对立场 对此金融市政府交通处方面已经决定占卜取消 等启用后试状况再进行调整 记者张奇腾金融报道 为了方便骑乘GoGoRoad电动机车的民众更换电池 在金融市议员张炳君积极争取下 中山区西定路中油加油站设置电动机车换电站终于启用了 由机动市议员张炳君积极争取中山区西定路中油加油站里面 设置电动机车换电站已经正式启用 有车友很开心专程前来换电池 感谢也称赞张炳君让车友们更方便 张炳君认为西定路中油加油站电动机车换电站正式启用后 不但方便电动机车车友换电池 也更方便车友们到中山区外木山等风景区观光游玩消费 那秉均其实一开始就收到我们很多Gogoro的车主在反应 希望在我们的西定路这边来增设Gogoro的充电站 当然因为经过一段的时间包含一些电路的设计 以及西定路一些路线的问题 那我们充电站也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但也在10月4号正式来去启用 那相信未来我们的很多住在中山区的 只要行进西定路要去上班的我们这些车主们 未来都可以在我们西定路的加油站 这边来去骑着自己的Gogoro来这边换成电池 再也不怕担心骑到一半没有电池的 前往我们中山区很多风景区的必经的路段 那这边多了一个Gogoro的充电站之后 相信他们要前往不转到万木山 白米用 仙洞眼 甚至到万里 他们都不再担心没有电池 然后可能会停到一半没有电 那相信这部分一定可以有效的带动我们中山区观光的发展 西定路加油站换电站正式启用 也可以方便许多不同厂牌电动机车族来这里更换电池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台中市长卢秀燕回到基隆来 为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梁助选 卢秀燕说他在基隆出身 这次回娘家来挺谢国梁 他会是基隆最有爱的市长 这次基隆出身的台中市长卢秀燕 特别回到家乡 来力挺国民党基隆市长参选人谢国梁 首先到国梁的竞选总部跟小朋友带动同乐 畅谈友爱城市的幸福愿景 吴修燕期许谢国梁会是基隆 有史以来最有爱的市长 我今天专程从台中到基隆来 来帮我们谢国元帮国梁加油打气 那因为我认识她很久了 我对基隆也很熟悉 因为我出生在基隆 那我在基隆念中小学 那所以这是我的梁家 那因此我关心基隆的发展 那因为我对谢委员也很熟悉 所以基隆如果要变成一个有爱的城市 所有的施政跟建设跟发展 都是从爱的角度出发 小爱的爸爸 我觉得大家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能够把他的一些爱的理念 爱的政见 爱的施政 能够在基隆来做 做建设 做政策 其实 那并不是那么难 但是你的初心是什么 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国梁 他一定能够把基隆带上一个 很有感情 很有温度 很善良 而且很有建设性的一个城市 国梁加油 国梁未来的很多政策 其实也学习了 不只新北台中的很多的公共议题 也都是我之前 到台中去跟卢市长请议的时候 所学习而来的 我们第23个公托 那最近就要开幕 所以我本来是写倍增 现在已经做到四倍增公托 公佑也是一样 我们也做倍增 公佑现在是三倍增 那我们还有个亲子馆 国梁说 要打造一区一特色的亲子室内的 大型的这些游乐游戏空间 那我们也是台中市 我上任29居只有四个亲子馆 那我们现在已经做到 第13个亲子馆 也是将近四倍增 所以我觉得不谋而合 其实他在写这些证件并没有跟我讨论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是一个妈妈 他是一个年轻的爸爸 因为我们自己有实际养儿育女的经验 所以我们知道家庭需要什么 孩子需要什么 卢秀燕市长在基隆亲友也特别赶来支持探望 欢迎他回娘家 随后呢 卢市长也到基隆市区重温在地的美食小吃 进行扫街 拜访商家 一同来感受在地民众的热情与支持 我们卢秀燕卢市长 我们基隆的女儿 今天回到基隆来 来庙口跟大家来问候 记者黄日升基隆报道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从109到111学年 共争取了超过6556万元的经费 所以改善了基隆市20所学校101间的老旧厕所 其中地内国中厕所改建后用一年 依然灯光美气氛家 学生笑说简直就是七星级厕所 刚踏进厕所的学生都反应 哇哦 就算是已经用了一年 仍然觉得灯光美气氛家 是觉得新厕所的味道 就是比旧厕所好了很多 大家都比较喜欢来这边 然后就是味道舒适 我很喜欢新厕所 因为新厕所的灯光很漂亮 跟百货公司一样 所以大家也都很喜欢来这边 花卉小瓷砖 圆形玻璃 镂空花窗 绿色植栽 甚至连扫册工具室都精心设计 我们的厕所三层楼男厕女厕 这一次的改建大概花了将近五百万的经费 非常谢谢中央跟教育处这边的协助 那我们这一次厕所改建的理念就是希望提供学校有像百货公司一样很明亮干净的厕所 那这一年使用下来学生都很满意我们学校的厕所 那学校这边我们也会尽力去维护 让学校的厕所可以维持这样子像百货公司一样的厕所有明亮整洁的感觉 学生学习的环境不只有在教室内 厕所也是学生生活空间很重要的一环 教育处积极争取中央经费补助 一百零九年争取了四千五百二十四万七千元 改善了十二校七十五间的厕所 一百一十年争取到一千零二十万两千元 改善了五校十七间的厕所 一百一十一年度争取到一千零十一万八千一百八十二元 改善了三校九间厕所 而在一百一十二年度编列九百万市府预算 要持续改善两校的厕所 就是让全市校园厕所全面焕然一新 厕所改善也同时增设无障碍厕所和性别友善厕所 提供师生一个无臭明亮及空间舒适的如厕环境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此云寺药师佛殿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必赌木科解王的辉宏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云寺药师佛殿参拜感受法喜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许席于精心雕刻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唯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博仿进到大碑殿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历经八天 金融传统蓝蓝盛世第31届公园杯篮球赛顺利落幕 参赛的40队历经68场次的激烈竞赛成绩出炉 盛南壮年组由社会篮球协会完成五连霸 由于各队的实力相近有12场胜负差距在两分之内也创下记录 一个妙传上蓝得分 金融传统蓝盘盛世第31届公园杯篮球赛9月期陆续开打 虽然因为疫情关系参赛队伍较少 不过还是有40队参赛 经过68个场次激烈竞赛 五组得名次出炉 其中涉男壮年组由社会篮球协会完成五连霸 由于各队实力相近 有12场胜负分差距在两分内也创下记录 很谢谢老师跟台办组大的方法 希望比赛每年都可以继续让大家的球可以打 主办单位也蛮用心的在准备这次的比赛 然后场市的方面就是尽量都排到6日 然后大家也都偷控可以出来打球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比赛地点改到台电协和电厂室内篮球场 参赛球员也希望能重新回到主场 中正公园篮球场进行 谢谢李光华理事长每次每年每一场比赛都奔波 然后很劳累的为我们安排了好的比赛 然后为我们安排在这个室内场地 那也希望政府机关能够多多重视我们这个比赛 然后让我们有更好的环境能参加比赛 那希望公园杯的活动能 希望再回到主场我们公园的地方来打球 让大家能有更多更好的环境 希望这里有很多重视这种业余的比赛 对此主办单位金融市社会篮球协会方面宣布 如果疫情持续和缓甚至消失 明年公园杯篮球赛将回到中正公园篮球场开打 今年球员都反映希望明年的公园杯篮球赛 会移到中正公园篮球场起行 由于出场的观众比较多 热烈盆场球员的斗志力会较高 竞争力会较强 这样对推厂我们金融市篮球运动的发展 及提升篮球风际注意很大 金融市社会篮球协会方面表示 金融篮球人口众多 除了将持续举办联盟杯公园杯等篮球赛活动 提供民众切磋球技的机会 也希望金融市政府重视建制更多篮球场地 提升金融基层篮球实力 也让更多人享受打球的乐趣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导 英语是孩子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工具 对于港口城市金融来说更是如此 金融市场林优昌上任后积极推动双语教育 除了区区有双语学校 还增加了双语课程 同时也聘论外籍老师来教导学生 学习英语 Are you ready? Let's say our password 3 2 1 Go May I come in? Very good, please come in 大声说出通关密语后 小朋友高兴地走进教室准备上课 这是金融市正兵国小的双语课程 来自加拿大的外籍老师Rarlene 用轻松有趣的方式 教小朋友用英语说出 图片里的海洋生物 因为他认为学习必须是有趣的 我认为学习必须是有趣的 孩子们会学习什么喜欢 所以我们必须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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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玩玩游戏 帮助孩子们真的明白 和记得他们的想法 因为这是最重要的地方 是他们会享受 学习必须有趣的 因此在正兵国小的双语教师上课 不只是单调的背单字 还加入了歌唱甚至是跳舞 让小朋友开开心心就能学习英语 这是什么 Ceewee Ceewee 喔 海带 好 好 Cehouse 好 好 好 喜欢跳舞 为什么 因为 他 就是 觉得很好玩 我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跳舞 唱歌 还有有趣的东西 当我学习 我使用很多照片 我使用很多手 我使用很多手 因为如果我使用手 手 孩子们知道 什么意思 我没有必须说 他们的语言 再次再次 他们可以做的 自己 当他们看到照片 他们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它让他们感觉 很高兴 他们能够照顾 自己的学习 不过 他们的学生 就连一开始紧张 不敢说英语的小朋友 在外籍老师 活泼有趣的教学方式 与同学陪伴下 也能不再害怕 开口说英语 刚开始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现在不会 不会 要好朋友 如果我们愿意 愿意 如果我们愿意 愿意 如果我们愿意 很快 他们会忘记 他们愿意 很多孩子 都很愿意 去玩游戏 然后 给我五个 然后 跟我来 跟我来 所以 我一直都感到 很高兴 因为 我的学生 都很开心 我真的很喜欢 本身也是 英语专业师之 金融市正名国小校长 王佩兰希望 透过沉浸式 学习环境的营造 让小朋友 能在两种语言间 轻松转换 其实我们发现 小朋友呢 在这种 Emerge的情境当中 最厉害的地方 是他可以 很自然的语言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可能看到外师 马上就讲英文 他可能看到中式 马上就讲中文 那像我也常常 讲英文 他看到我 像今天早上 我跟他们说 他们就会回我 所以这个 两个语言的自然转换 是在这种学校 非常自然的 採用外籍老师 与本国老师 协同教学的做法 就是希望进一步 减轻学同学习英语的压力 我们知道有很多孩子 其实在面对外师 他的紧张程度 还是比较高一点 所以有一些 学习 比较需要协助的小朋友 其实中式对他是 比较安全的 那这种 team teaching的教士 其实对 学英文是有好处 尤其是在外师的 在外师教学的过程中 有多年英语教学经验的 戴玉文也说 在与外籍老师的合作过程中 学到很多 也激发出教学灵感 他们的手势是非常丰富的 那即便是一年级的学生 其实他们很多人 大部分是之前幼儿园没有基础的 可是就是借由老师的手势 像那些 我们刚刚上的主题课程 就是海洋生物 他们其实看到图片 或是看到老师的手势 他们其实都能朗朗上口 就是我们在共备的时候 也是从他那边激发很多 教学上的灵感 这是基隆市教育处 推动的双语教育一条龙政策 在安乐高中及软软高中设有双语实验班 109年起将包含三所国中 及七所国小的十所学校 转型为双语学校 并在111学年度完成 区区有双语学校的里程碑 112年更计划 达到校校实施英语课程的目标 为了强化教学效果 双语学校间更成立策略联盟 各校校长轮流当盟主 不但课程共备 教学观摩甚至策略分享 共同研译老师的培训 另外呢 对于课程的设计 还有我们甚至于我们 怎么样去跟外国的学校 一起来合作 或甚至于参考外县市 他们的做法 来提升我们自己 双语课程的这个能力的提升 基隆市政府教育方面 也鼓励学校与其他国家 签订姐妹校建立伙伴关系 透过校际间的交流 增加互动分享 今年就一口气增加到18所 其中美国学校就占了8所 基隆是国际的海港城市 那我们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学生 面对这些入境的外国人 我们都有一些基本的能力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 能够活用我们的外语能力 那能用敢用 然后而且呢 我们随时都可以使用 基隆市政府教育署方面表示 接下来将持续征聘外籍老师 并依据规划一步步增加 学校双语课程时数 希望协助基隆学子 活用敢说随时能用 让说英语不再难以开口 记者张琦腾基隆报道 拖着行李撑着雨伞 是一位绅士作品出现在国门广场 在明明细雨中吸引不少游客 抢先拍照 就很像我们现在在做这样的动作啊 就是觉得哇 跟我们在做一样自己在撑伞 而且基隆又很常下雨 然后做这个装置艺术 我觉得非常的适合这样 感觉上比较热闹 还怎么说 就看起来感觉上比较无法气息 而且我们借着这一次 声势重返基隆呢 开启了一个艺术向下扎根的一个计划 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我们希望呢 跟基隆往后有更多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把美学扎根在这个国门广场 这个国门城市 我们现在下着雨 步展的时候下着雨 大家撑着雨伞经过 都会觉得它就是我们城市里头 跟我们擦肩而过的一份子 感觉这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人间 11位绅士不论身材彩绘都不同 脸部的线条虽然简单 但能够展出每位绅士独有的个性 也就是在7月7号呢 正式的开展 那我们这一次的 著名的这一个 著名老师的作品呢 绅士总共有11个作品 11座 那这11座绅士呢 我们借由这个著名美术馆 在这个地方的策展呢 找到适当的位置 跟整个国门广场的意象 来做一个结合 象征了这个国门呢 是游客还有旅人 进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港口的意象 那我们这次的这个借展 不仅仅只是艺术品 回到我们广场 我们也展开了一年的这样的一个 艺术教育的合作 他们带来的这个撑伞跟托行李箱 也是让我们外地的游客到我们基隆来 就可以看到很符合我们基隆的这个雕像 情境就是下雨 那这些绅士呢也是撑着雨伞托着皮箱 我们10月13号就解隔了 然后希望呢 这些著名的这些绅士的这些艺术品呢 家长跟小孩们能多多打卡 今年10月城市博览会期间 国门广场出现11位绅士作品 受到民众热烈回响 经过金融市政府和著名美术馆洽谈合作 10月7号正式重返国门广场展期一年 我们著名老师的绅士系列 重新回到基隆国门广场 那这是我们跟总理美术馆 长达一年的一个合作计划 那我们不只是让这个雕塑重回广场 跟市民同乐 另外呢 我们基隆市的国小跟国庄的小朋友 在一年之内也可以无限次的这个 这个畅游这个总理美术馆 那这是一个艺术扎根 然后这个向下来深入的一个合作 那我们相信未来基隆市跟总理美术馆 也会有更多而且更广泛的一个合作关系 所以我们是把整个基隆市当成是博物馆 也把整个基隆呢当成是美术馆 跨空间的一个串联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术 基隆市政府和租名美术馆 还签署了学校艺术教育合作计划 从10月1日起全市幼儿园国中小师生 一年内不限次数免费参观租名美术馆 希望让更多的城市美学带入宇都基隆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